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这个有朋友私信我啊,说让我看看有没有这个055在海上发川天猴那事啊 这个我说要有我就给大家上,还真找着了,找着俩,两三个吧 一个是,两个是美欧人发的,一个是德国人发的啊 咱先说一个美国人的啊 听着这个美国人的专业型的中国威胁论版055加川天猴的飞行方法啊 它的标题是,真正的威胁论来了 055加YJ21,航母你挡得住吗 花岛条横线,个人博客 他怎么说呢,这是一位啊,他的小介绍啊 他是一位美国前任的海军军官啊,上位级的军官 是美国某大型超大型航空母舰上的一个军官 而且负责这个防御系统的这么一个防御作战的一个军官啊 他并没有写航空母舰的具体型号 他怎么说呢 就在不久前,中国的海军在海上测射了一下他的055机,任海机 导弹巡洋舰的新型YJ21型导弹的发射 这种导弹已经进行了一次实弹型的射击 从拍摄的画面中来看,导弹的弹道是垂直向上对空高空抛射 这就可能证明这种导弹采用的是一种两极推进系统 因为要想作为反舰型巡航导弹 首先一般现在我们已知的导弹 通常都会扬到45度的弹角 进行二级弹道弯曲 然后进行低空掠海 像美国的普京叉 中国的C803802 以及法国的飞鱼等系列型的导弹 都是采用这种模式 但这种导弹完全不同 它是直接向上高空抛射 一直打出大气层 那么它的攻击方式是什么呢 在大气层外 它将导弹和推进系统分离 我们从画面上清晰的可以看到 这个导弹分成了两个极端 第一极端为导弹攻击的战斗部 是一个很长形的 带有短边一角的战斗部形态 而它的尾部是一个很长的推进器 这个推进器可让导弹加速到10马赫左右 然后快速进入大气层 穿透大气层后 它将在大气层表层外进行弹体分离 就像火箭抛射卫星一样 这样的话 剩下的就是纳科专门用于攻击的战斗部体系 这个战斗部体系有两种可能性的设计 它可能有自身的辅助二级推进系统 可延长弹道弹头的飞行距离 如果拥有二级辅助推进系统的话 它可能的射程会高达1800到2000公里 甚至之上 因为它会从一个滑行角度 进行太空中的二次加速 沿着大气层的表向外置进行飞行 最终达到目的地的周边附近 再进行大气层载入 所以它会能够超过甚至2000公里 如果没有具备这种方式的话 那就说明这是一颗纯正型的爆炸攻击 或者重力攻击型弹头 如果采用爆炸攻击型抛射弹头攻击的话 它也有几种攻击航空母舰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垂直性从高空坠落 这种方式在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新鲜了 他们的东风21导弹抛射型弹头 就是这种攻击模式 被撑上航母杀手 而这种新型的YG-21 也会采用这种攻击方式 但它和东风21的弹头截然不同 它是从外太空直接向大气层内 以高马赫数进行快速垂落 这相当于我们联想到 当年那颗小行星撞击尤卡达半岛 可能它的时速会超过50公里每秒以上 这种速度会让所有的拦截器成为废铁 而一旦它进入到大气层中高端的情况下 如果这种固定攻击的战斗部没有调节器的话 它会按照垂直或者80到75度的角度 进行对航母的垂直打击 这个时候航母是有一定的机动能力的 但是如果是像华盛顿级这种超大型航母 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避开这种弹头 会让它直接坠入到甲板的中前部 一般它打击的都是甲板中前部 一枚这样的重力弹头 可将甲板的顶端一直到最底端的隔水层彻底击穿 如果击穿的话 那么将造成底部到中上部甲板三层隔水层彻底全部进水 会造成航空母舰重力向前 使得航空母舰产生前倾 如果它内部装有弹药的话 按照它的照片上的尺寸方式 预计可装弹量约为500到1500公斤左右 要是采用了烈性爆炸巨能型的内部核体弹药部的话 可以将一艘像华盛顿籍的航空母舰 将其从中间拦腰炸断 或者是打击它的舰手头部 从舰手处直接将航空母舰炸成两段 而所有在航空母舰上部署的如海拉母型 以及我们的海火神进程防御系统对它几乎毫无作用 现在来说要想拦截这种导弹 它的这两种攻击 这种攻击方式要在大气层外进行拦截 第二种可能性的攻击模式 就是它在进入大气层后快速坠落海面 在距离目标约有100到50公里的海面 进行超海平面低空掠海飞行 这个低空掠海飞行 有可能按照它的弹头的体量和宽窄度 也许最低距离海平面也就会在1.5米 之所以它会涉及在1.5米 要知道中国人有一种叫FN3000的舰载密集型 拉姆式的拦截导弹 它的最低拦截弹道就在1.5米 我想中国人一定会有一种能够克制自己导弹的方法吧 它总不会说自己造的导弹自己都拦截不了吧 那么这种导弹最低的飞行弹道应该在1.5米 但是即便是如此 我们的海拉姆所装备的C9C型这种海翔尾蛇系列的导弹 是拦不住这样的导弹的 因为它的弹道在3米以上 如果用密集阵拦截 密集阵的反应根本就没有它的速度快 所以要想拦截这样的导弹 可能它一旦进入大气层 进入略海低空飞行的时候 只能依靠外围的驱逐舰进行密集型拦截 是在它进入最低弹道之前 如果这个机会错过 恐怕你只能用驱逐舰去为航空母舰挡住它 我靠 肉顿呢 也值啊 一个驱逐舰你要是被这个玩意儿打掉了 也就死个几百人 那航空母舰上六千多人啊 我觉得也值 也就这个办法吧 听它怎么说吧 恐怕它还会有一种其他的弹道攻击的模式 也有可能它会采用像中国研制的C803型导弹 这种导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绰号叫楼梯 为什么叫它楼梯呢 它会在前期的弹道飞行当中 在距海平面约为20到30米的高度 突然间会在一定的距离内 导弹迅速的下滑到5米到3米左右的范围 这样完全可以摆开近海雷达的扫描跟踪锁定 这是它非常狡猾的一种 我怀疑这种弹头也有可能具备这种攻击手段 它可能也先做一个欺骗型弹道 在大约30到20米的高空进行掠海飞行 当我们锁定它之后 我们的标准2或标准3进行拦截的时候 它会马上变换自己的弹道 降低到1.5 丧失雷达锁定目标 因为这个平面是海平面雷达 扫描雷达的绝对性盲区 因此上可以看出来 这才是一款真正的海上航母杀手 在以前中国人出现过好几款 自称为海上航母杀手 但是我认为那些都不是 比如说他们的外机 8-3式导弹 中国人当时就认为这是海上航母杀手 其实这种导弹根本称不上 它是一种亚音速略海飞行巡航反舰导弹 它的飞行速度大约只有0.7到0.8马赫 距海平面高度约为5米的最低弹道飞行 这样水平的一枚巡航导弹 想要打穿美国航空母舰 除非航空母舰身边没有任何的军舰 如果只要有一级伯克级防御圈的话 它都不会冲过伯克级防御体系 因为伯克级上面的密集海拉姆 是可以拦截5米到3米弹道的导弹 而且它是可以像中国一样连续性发射 再加上对方只是个0.8倍速的亚音速巡航导弹 因此上拦截这种导弹非常容易 除非它是超密集型 先干掉外围的防护体再打航空母舰 但是恐怕我们也不会给它这样的机会 海军我们的美国海军 做门打卫星人的 快点红线吧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 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非常困难 在路上中国有东风21 这种导弹的射程约为1800到2100公里 而在海上这就非常难办了 这个055大型导弹巡洋舰 它所携带的YJ-21导弹 这种发射系统在中国的一些资料上 以及珠海航展上 我们是见过外贸品的 它可以同时装载9种导弹 这9种导弹每种的数量不轻 也不详细 所以你不知道它到底带了多少枚YJ-21 而且它有前后两部发射架 按照它的总体吨位 以及向心力的设计来看 它可以前后同时发射两枚YJ-21导弹 如果要是两枚YJ-21导弹 同时攻击像华盛顿级航空母舰 这样的大型目标的话 恐怕我们就是束手无策 所以我希望海军方面 应该尽快利用我们的空天飞行器系统 研制一种能够在航空母舰上 起飞发射的空天飞行器 确保航空母舰的安全 这一次我看中国人是不想开玩笑了 他们终于造出来一个 可以在海上到处流窜的 真正的海上航母杀手 就到这了 听着有点别扭 不高兴 美国人评价有什么高兴 不许高兴 看看欧洲网友怎么说吧 一个德国网友说 真的挺漂亮 这枚导弹打出来的线道 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一个二级火箭推进 加上一个固态 一级火箭推进 加上一个固体弹头 有可能那个弹头自身有推进器 也有可能没有 没有的话 它会纯正装药 可能会高达一吨以上 如此重大的一个弹头 在以几十倍的音速 从太空的外延向下 直接快速坠落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小行星撞地球的水平 那样航空母舰 我看都不用炸药 就能把它炸成两段 一个德国网友 这真是太厉害了 恐怕拦截武器 对它不起作用 这么高的音速 用拉姆导弹 或者是近防武器 对它根本就无法拦截 如果它要是像中国 其他的那种 C803型 瑞海低空导弹飞行的话 那家伙好像听说能飞一米到两米的海平面 那就更恐怖了 有一个英国网友说 我觉得这种导弹 中国人是不是又是抄袭了俄国人的技术 我看着很像俄国人的导弹吧 又一个英国网友说 楼上 楼上 你是不是没看过 YouTube上 中国人的大庆 那个 17型导弹 你就忘记了吗 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它的海军版 海军版的导弹 要比17型的陆军版 小一些 矮一些 适合能够装进发射器 所以这不是俄国人的技术 但是我觉得推进器 应该跟俄国人有关系吧 然后又一个 法国的网友 这都是怎么了 这么短的时间 中国人的这种技术 怎么就好像是变出来的一样 是不是又偷窃了美国人 或者俄国人的呢 然后一个欧洲网友 好像白宫没有说他被偷窃了 这一次白宫连说大声的话都没有吧 一个美国网友说 别这么说嘛 美国海军当然也有自己的办法 不过对待这种发射器 这种运行器的导弹 真的不好拦截 我觉得真的得像博主的文章说的 要使用空天 空天拦截器 在航母上想办法发射 然后在大气层外 跟他进行撞击型拦截 不然 这家伙真的太危险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美中国人 销奸自己的头颅 转空自己的脑袋 就想消灭我们的航空母舰吗 我们跟中国人有这么大的仇恨吗 一个美国人说 你不要忘了 我们的航空母舰 现在还在他们的东海 那边训练和日本演习呢 你想象过吗 他们能不记恨我们的航空母舰吗 有一个美国网友说 我们的航空母舰 以航母作为战斗群打击大队 记住 我们叫航母战斗群打击大队 中国人的航母并不强大 它只有两艘那样中等型的航空母舰 而且还是翘形甲板 而我们的大型航空母舰 一旦被它这种外 这导弹击沉的话 恐怕整个舰队就只得向中国人缴械投降了吧 然后又一个美国网友说 别这么悲观 你们不能忘记 我们还有弗吉尼亚那种潜艇 或者是海狼级潜艇 用潜艇可以干扰它这种导弹的发射吧 又一个美国网友说 你想的太多了 潜艇能够打击多远的巡洋舰呀 它的这种导弹 博主说的很有道理 可以射程高达两千公里 也就约一千海里 你想过我们的潜艇能拦截一千海里的目标吗 根本不可能 所以它不会贴到你的身边打你 它是在一千到八百海里之外 对你就进行攻击了 你根本就看不到它 因为我们的SPR只能看到四百三十公里 话到横向吧 美国网友还可以哈 是吧 这回没乱喷 然后上了一个英国网友 这家伙真的很厉害 看来我们的首相是不会再把航空母舰派到那边去了 要不然就成靶船了 一个法国网友 很内耀的一个笑脸 放出来 很内耀的 那才好呢 我觉得看到英国人的航空母舰从中间被劈开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一个英国网友说 有英国网友说他 楼上的你怎么这样 我们至少还算盟友吧 对中国人你不能这么去看 他劈开我们的航空母舰 对你们的航空母舰就有好处吗 你们的戴高乐号也不敢去吧 一个欧洲网友说 我觉得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现在可能都要想一想 还去不去那边了 这个家伙太厉害了 恐怕等研制出能拦截他的东西再说吧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再聊聊吧 哎呀够长了 有口感测道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东西是吧 他串天猴 刺手刺手来点 你琢磨琢磨 美国海军真的拦得住拦不住 会不会像这博主说的 就束手无策啊 那么先进的美国海军 好吧 今天有点长啊 支持网络的叉点赞 网站推荐加网公众 谢谢大家